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开始今天的聚会 主啊 我们谢谢你 一再把我们带到你的脚前 在你话语 在你自己的面前受教 主啊 这是我们人生中最荣耀的事 能够在你这位伟大的神 伟大的主 伟大的老师面前受教 主啊 把一个谦卑 受教的灵赐给我们 也把一个谦卑的灵赐给我们 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 让我们真认识你 也让我们能够真认识我们的自己 好 让我们这条路走得好 走得逃你喜悦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就像我刚才祷告的 我也常常在信息里面讲到 一个基督徒路走得好不好 生命长得好不好 两个很关键的事情 就是到底我们是不是 真正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 另外一方面呢 虽然比较消极 但是也很重要 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真正认识 我自己是谁 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够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走得头破血流的 太多的时候我们不够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总是对自己还有盼望 失败了再来 失败了再来 百败百战 我们以为 我还可以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弟兄姊妹 另外一方面 当然就是我们说的 要真认识我们所信的神是谁 所以这个阶段里面 讲到被改变的生命 这八个题目 每一个题目都很重要 我真的不知道如何去强调它的重要性 因为每一个题目 都是可以讲很长的系列 像我们前年 2010年讲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 我们大概讲了快20讲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说 认识肉体 我们只能够把最精华的 让大家看一下 知道一下 但是我们真正在生活里面的操练 跟往前才是重要 所以我们上一次在做SD 在做Lumen Discipleship的回馈的时候 有一个小组长也提到 觉得主缘里面很多人都信主很多年了 看到这个题目 什么认识罪 认识宝血 认识肉体 只是在讲认识 都觉得早认识了 所以就觉得很简单 其实这个认识 不是只是道理上的认识 而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 能够在属灵上看透这件事 然后能够掌握这件事情 我们能够活在其中 甚至能够活出来 今天要讲的这个肉体 只要你还活着 你就很可能 百分之 不要讲百分之多少了 你就很可能天天 不知不觉的里面都活在肉体中 今天这个题目如果我们不讲的话 我们很多的时候 我们也会对自己觉得 我还是一个不错的基督徒 当我们今天讲完这个的时候 我就希望我们能够 不是对自己 对当基督徒这件事情 产生挫折感 而是我们必须要在主人面前 就要更认真的 更正确地来看待我们自己 好让我们底下的生活 形式 侍奉 在主人面前不至于枉然 所以我现在先来讲 到底什么叫做肉体 大家先不要看讲一页 你们自己对肉体的认识是什么 什么叫肉体 我们常常讲要胜过肉体 要对付肉体 要不要活在肉体中 不要随从肉体 那么到底什么叫肉体 骨头加肉加皮 家园说什么 老我 老我叫肉体 还有没有 很好 什么 大声一点 我现在听不到 血气 血气 还有没有 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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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亚当的下一句就是苹果 是吧 好 Cindy Cindy 自己 我想你们都从几个不同的角度 也稍微回答了一点 肉体 照着圣经的教导 或是我个人的了解 我觉得肉体就是整个救灶生命 救灶生命 就是从老亚当继承来的生命 它所有的表现 凡是从救灶生命里面出来的 一切从救灶生命里面出来的 不管是我们的心怀意念 不管是我们的言行 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计划 我们的看法 我们的价值观 所有从救灶里面出来的 统统叫肉体 当我们讲完这个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我们里面 如果你真的是属灵 太好 你会很警觉的 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常常跟福音朋友讲 没有信耶稣以前 所有的人只有一个生命 就是老亚当来的 或是说更近一点 就是受之父母而来的 父母亲给我们的 不光给了我们肉身的身体 他也给了我们生命 这个生命 他从小塑造我们 培养我们 借着家教 借着学校教育 借着我们人生的遭遇 借着各样的环境 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塑造出了 今日的我 如果没有信耶稣的话 我们都会告诉他 你只有一个生命 就是你原来的生命 就是你现在的生命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这个人可能很好 他可能比基督徒的道德还好 他至少 卖药不卖假的 卖真的 他至少什么东西 他可能讲诚实话 或是他愿意帮助人 或是他脾气很好 或是他很尊贵 但是你会觉得 他是得救的人吗 你们怎么都不回答呢 有没有得救 没有得救 那你怎么敢跟他讲 你没得救 他明明什么都比你好 他学士比你好 赚的钱比你好 他人品比你好 他的口评比你好 他成就比你好 他什么事情都比你好 你怎么能够跟他说 你没得救 我得救 那就是我们讲 耶稣基督的救赎 对不对 我们是因性成义 借着保血 我们不是比世人好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 他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让我们被称为义 但是接下来 我基督徒还是活得 可能没有他好 但是我跟他最大的不同 不仅仅我得救了 而且在我里头 现在有两个生命 所以整个基督教的核心 是讲生命 不是讲做人的道理 不是讲宗教哲学 不是讲人生观 不是讲价值观 整个基督教的核心 是讲基督 讲祂是生命 所以当我们在这里 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会说 所有信耶稣的人 在他信了耶稣 重生得救以后 在他里面有两个生命 阿爸们 这点真理上有没有问题 先不管你得不得胜 先不管我们活得 像不像耶稣 至少我们在真理上 我们都知道 在我里面有两个生命 一个是救赵从亚当来的 老我 自己 另外一个是 从耶稣基督来的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 说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保罗在二章二十节 加拉太书说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 因为我里面多了一个生命 所以好 那我们现在就看到了 在基督徒里面 有两个生命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 说话 行事 做决定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欲望 我们的价值观 我们所有 你今天所有在这里 维持你生活的表现 你上班 你的聪明 你的智慧 你做任何事情 家里面要不要买冰箱 家里面要不要 重新涂油漆 家里面要不要 加盖房间 孩子要去上哪个学校 或是我今天太太 惹火我了 我要不要跟她吵架 吵什么 弄什么话 你所有的表现 你所有的desire 你所有的欲望 你所有的发表 只有两个源头 一个就是原来的你 如果你没信耶稣的话 那就是你原来的你 只有你 但是信耶稣以后 你还是很可能 是我原来的我在活 所以要认识肉体 你就必须先认识 在我里头 有两个生命的源头 所有从旧照来的 通通叫肉体 所有从新造 耶稣基督来的 那是活出基督 那是新生命 所以当我们看完 这个了以后 你来看我现在 所讲的肉体的定义 就是一切出于 旧照生命 所有的表现 心思也好 言行也好 欲望也好 计划也好 你可以点点点地写下去 那个通通叫做肉体 所以在新约圣经里面 中文的圣经翻译作 至少这四个很重要的 我去挑战这四个最重要的 所有在新约圣经里面 绝大部分的肉体 血气 情欲 肉身 在希腊原文里面 通通都是同一个字 你知道 Strong Concordance里面 去找我那天把它写出来的 只是因为讲义太小了 我又把它拿掉了 它都是同一个字 叫做Sox 都是同一个字 它有不同的表现 叫做肉体也好 血气也好 情欲也好 或是我们的Fysical Body 肉身也好 它通通都是讲这个字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现在讲到肉体 是这样的话 那么底下我就要讲了 那么活在肉体里面 容不容易 是很容易的事情 对不对 不知不觉的事情 是一个很自然的流露 你甚至每时刻每地方 你一不小心都是肉体 你要很小心才是基督 不是很小心 要很用心 好了 那现在我们来看神 怎么看肉体 我们就看今天的背诵经文 好不好 罗马书八章五到八节 我们一起来读 因为随从肉体的人 体贴肉体的事 随从圣灵的人 体贴圣灵的事 体贴肉体的就是死 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 不能得神的喜欢 在这里 你发现这一段的经文 把肉体讲得清清楚楚的 至少对我们这个人的影响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有两大部分 一大部分是对我个人 在我的经历 在我的感受 在我的生命上 他所给我的影响 就是当我随从肉体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死 不是说你倒在地上死了 而是你这个人 落到一种死的境界里面 属灵上的死就讲到我们跟生命 跟主之间断绝了 那个交通 那个连结 那个喜乐平安断绝了 那个叫做死 死亡的状态就是跟主分开来 所以当你随从肉体的时候 在我们里面的经历 其实就是死 有属灵经验的人都知道我在讲什么 也不肯顺服主 你去做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也没有活在神的心意中 你里面就是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死 有的人不知道这种感觉 因为他从来没有尝过活的经验 那么你就要尝一尝活 什么叫做活 当你随从圣灵 所以是一种说不出来的生命 平安跟喜乐 这是这段经文的第一部分告诉我们的 就是活不活在肉体里面 对我自己应该是最清楚的事情 你自己就应该知道的 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知道的 就是神怎么看肉体 所以在这里讲得很清楚 他说体贴肉体的人是与神为仇 如果今天你没有读到这一节经文 或是忘记这一节经文 我说你是神的仇人 你会不会相信 你不敢讲的 你说我哪里敢当神的仇人 我连讨他喜悦 我都很难过 对不对 我怎么会想到是成为神的仇人呢 以神作对 Against God 我相信我没有一个原因 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圣经讲的斩经截铁 他说体贴肉体的 就是与神为仇 因为你不服神的律法 也不能服 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你的小时候 今天为什么这个题目这么重要 因为我们太容易活在肉体里面 不知不觉的就活在肉体里面 你不需要花功夫 不需要费劲 肠门都出肉体的流露 然后我不应该这么讲 万一我们中间有横属灵的 就是偶尔回到肉体里面去 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基督徒 原谅我说 我们太不认识肉体 所以我们活在肉体中 我们不觉得错 我们活在肉体里面 我们不觉得有什么不好 因为我们就是在努力 所以我为什么一开始 要先给大家正观念 我先举的那个例子 就是如果你碰到一个人 没有信耶稣 德高望重 什么都好 什么成就都好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那个公司的主管 什么都好 所以他这个人以为说 我不用当基督徒 原来可以这么好 那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个人 是没有信耶稣 但是他什么都好 你仍然会知道 不行 你绝对不行 因为你缺少了耶稣 你缺少了耶稣的救赎 你缺少了耶稣的生命 那么今天我们对于 信耶稣的人 已经信了耶稣的人 已经有两个生命的人 我们常常不知不觉 还是可能活在 我修身养性 我自己肉体里面的 挣扎和努力 有没有可能 不仅有可能 根本常常就是 所以我十几年前 在中国讲这篇信息的时候 我那时候讲了这句话以后 很多人也引用 我说肉体里面 有那种显而易见的肉体 像罗马书第五章 那种低档的肉体 什么淫乱 圣经里面验 加拉太书第五章 在讲圣灵所结的果子的时候 十九节 他说情欲的事 都是显而易见的 如奸淫 污秽 邪当 败偶像 邪术 仇恨 增进 记恨 老恨 结党 纷争 异端 嫉妒 醉酒 荒焰 列了列了这么多 他说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 这是我们都能够明白的 所以你不要以为 对付肉体只是对付这些 这些是叫做低档的肉体 就是很容易显而易见的肉体 还有一种不容易见的 是所谓高档次的肉体 就是大家都夸你好的 你这个人真有爱心 你这个人真肯牺牲自己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温和 脾气这么好 别人夸你这个夸你那个 但是金佑姊妹 我不是说你那个东西就一定是假的 我现在只是想问弟兄姊妹 到底那个东西的源头从哪里来 它可以都是很有爱心 它可以都是很谦卑 它都是可以道德很高 但是关键不在于他外面所做的 而是在于他所试的 这也是我在退休会 一再跟弟兄姊妹讲 神在乎我们所试的 过于我们所做的 你外面不做这个 不做那个 不做这个 或是该做这个 该做那个 但是如果你的源头 还是从我老亚当生命来的话 你不过是个大好人 但是你不是一个得救的基督徒 你不过是在主的面前 在人的面前有好行为 但是你在神的面前 仍然是属肉体的 是以神为仇 是不能得神的喜欢 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一开始讲完这个了以后 你就晓得 我们今天为什么说要追求 要长进 要被改变 你不要以为是小事 因为很多你一生基督徒的努力 到最后被火一烧 全部不留 你也不要以为说 我压制自己 不犯这个错 不犯那个错 不可以这样子 不可以那样子 然后到最后 你以为你就是得胜 到最后发现 原来不算数 那不过是我个人修身养性 不过是我个人的努力 所以我就希望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在这个最关键的题目上 我们能够认真 能够真正在乎 到底我今天是在活基督呢 还是在行律法 所以我记得 我2010年讲课 我昨天晚上上去找 找我的PowerPoint一下 找不到了 太晚了 我想我宁可多一点时间祷告 我摄取也摄取不到 但是我不晓得 你们有没有印象 我曾经画得像上台阶一样 有三个台阶 最底下的这一层 讲到宝血 它解决我们的罪行 为的是让我们被称义 这是最低层 救恩的根基 关键是宝血 耶稣基督替我们留学 舍命赎罪 讲到宝血 为的是解决我们罪行 我们犯了这么多的罪 过去的 现在的 将来的 人类历史历代的罪行 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面 一笔勾销 Once for all 然后使一切信他的 能够因信被称义 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楼 第二层 讲到实价 它为的是解决我们的罪性 我不光有罪的行为 我之所以有罪的行为 是因为我里面有犯罪的生命在 我光把蜘蛛网除掉了 蜘蛛还在 它还会继续结网 继续结网 因为那个蜘蛛的生命还在 所以我不能够光只是 除宝血 结尽我的罪 我也要求主 借着十字架 来制使我这个 老我 老己 来对付我罪性的问题 这是讲到 宝血解决我们称义 那么十字架 为了要让我们成圣 让我们这个人被改变 第三层楼 再往上去 第三个关键的 就是圣灵 祂让我们不光得救 能够得圣 让我们不光得生命 可以得到更丰盛的生命 圣灵来 让我们活在灵中 随从圣灵的生活 让我们这个人能够 不管在哪里 能够活出耶稣基督 所以你要能够从 达到三楼的境界 你必须从一楼走起 二楼 三楼 你不可能跳的 所以当我们前两次讲到 认识罪 认识宝血 是解决根基最重要的问题 那个太重要了 我们的冷气是不是被关了 我就脱掉好了 多露一点肉体给你们看 本来就是败坏的 因为我今天头很痛 所以天一热我就会更痛 对不起 所以你要到达三楼 你必须从一楼开始 罪解决了 第二个 要面对我们的罪性 就是我们的老我 我们的肉体 所以今天这个题目 重不重要 太重要了 我也很希望大家读完 或者听完这个课 不要被discourage 不要有挫折感 被吓到了 反而应该是更积极的 要更认真的 我刚才上一堂信息结束的时候 问大家 神为什么让我存留 继续活下去 我的兴趣不是在问说 你的报复是什么 你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而我是希望大家 从另外一个角度 到底在神的眼中 祂为什么容许我继续活下去 实在是给我们机会 祂怜悯我们 因为我们有太多的未得之地 我们的生命太不像祂自己 很可能仅止得救 被火一烧 全然荡然无存 就是仅止得救 草木和谐的建造 所有草木和谐的建造 哥尼多签书第三章 都是讲到血气 草木和谐 全部都是输血气的生命 金银宝石 那都是十字架工作出来的东西 那都是宝贝 所以火一烧 马上就显出来 什么东西是能存留的 什么东西是不能存留的 所以我们希望神真的帮助 我们在这个题目上能够很认识 所以我记得当初在讲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时候 我说过随从肉体的生活 一个人随着救灶的生命 生活的时候 在他身上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有没有人记得 如果你记得的话 我应该送你一个礼物 我不希望你们有人记得 因为上个礼拜的信息都记不得 怎么会三年前的信息记得 有没有人 没有 我说一个属肉体 一个活在肉体里面的 生活里面有两个很大的特点 第一个 因为胜不过试探而犯罪 一个很明显的 比较低档的肉体 淫乱 贪酒 酗酒 贪污 就是活在世界上这些 因为仇敌试探我们 这是雅各书第一章十四节到十五节 这个人被试探 因为是私欲被牵引诱惑 私欲怀的胎就生出罪来 罪就生出死来 就是我们环境试探我们 让我们去犯罪 去看不该看的 去说不该说的 去做不该做的 因胜不过试探而犯罪 第二个是什么 因为活不出律法而失败 活不出律法的要求 这些人 第二种的人 就不是那种低档的肉体 天天犯罪 发脾气 贪污 行严乱 酗酒 做坏事 他是很想满足神的律法 他很想讨神喜悦 他很想活出一个 该有的基督徒的样式 我相信这是我们 绝大多数在座的弟兄姊妹 或是在听我信息的弟兄姊妹 不然你不会听这篇信息的 你都想活出一个 得胜的基督徒 对不对 想不想够得胜的生活 都想 大家都想 你不想过得胜的生活 你就不可能有 罗马书第七章的那种挣扎 痛苦跟灰心 说我真是苦啊 谁能够救我 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你不会有这种挣扎的 因为你活在罪中舒服得很 主耶稣的比喻也好 彼得书信也好 就像猪 他活在离圈里面 他反而舒服 洗干净了 他又跑回去 因为不舒服 我们的本性 其实就是这样 只有当你真正肯追求的时候 你才会有这种 因为活不出律法 而有的失败 而有的叹息 我立志行善 由得我 可是行出来 由不得我 然后他后面说 我真是苦 再讲 我在肉体里面 那两件事情 Rachel 记不记得 大声一点 因为胜不过试探 而犯罪 第二个 因活不出律法 而失败 所以我们现在很简单地 从刚刚所读的这些经文 跟我所补充的 我们看一下圣经 为什么这么重视 要对付肉体 其实我讲完这些经文 大家已经大概都知道了 我现在只是简单地 列这七个点 帮助我们更强化一下 我们要对肉体 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记得不错的话 李托森弟兄曾经说过 他说你必须要看见 肉体在神的眼中 是可奏可主 我们平常没有这样子 去看自己 他会常常说 我虽然黑 却是绣眉 知道我虽然属肉体 但是还是有长处的 我虽然脾气不好 但是我个性直爽 不像人家歪来歪去的 我们懂得欣赏自己 这里提到七件事情 第一个 随从肉体的是死 刚才经文讲得很清楚 随从圣灵的是生命和平安 所以一个属肉体的人 在他身上有一个 很明显的特点 就是他活在眼见 很容易受环境搅扰 活在自己的感觉里面 这是一个属肉体 身上很明显的特征 就是环境一来 你马上 环境怎么来 你怎么受影响 这是讲到我们属肉体的情形 当然气球一样 拍你一下 这球就弹起来 拍更大一点 弹更高 你的反应跟环境 是成正比的 所以别人对你好 你就还好 别人对你凶 你就凶 我吃饱了 我就很快乐 我肚子饿了 我就脾气不好 就跟我热了一样 我头痛一样 肉体 这就是对环境 这是对环境 这个讲到我们这个人 第二件事情 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甚至与神为仇 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大家要很serious 很严肃地看这件事情 不要以为我属肉体是小事 在神的眼中不讨神喜悦 甚至是against God 第三件事情 他说属肉体的人 不服神的律法 也是不能服 所以你拼命想挣扎努力 励志行善 但是行出来由不得自己 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保罗早就在七章十八节 讲得清清楚楚 告诉我们此路不通 但是我们never got a message 明明讲说 我也知道在我肉体中 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中 毫无良善 同样的七章十八节 我们这句话不读 只读说 励志行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 所以到现在 信主了十年 二十年 三十年 还在有同样的叹形 兄姐妹 这是我们自己 没有好好读圣经 早就说了 不能服 你不服也是不能服 你不可能服的 所以罗马书八章四节 告诉我们说 使律法的义 但是因为神律法的要求 没有改变 对不对 我们虽然不在律法以下 但是律法的要求 还是要成就 一点一滴都不能废去的 那么律法的意义 要怎么成就呢 成就在我们这 那十个字是什么 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 这十个字 这是圣经给我们开的路 清清楚楚的 但是你看我们信主 这么多年 我们进不来就是进不来 所以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台湾来的都知道正大 我是到高山下 因为开刀开太多了 就只好被医生逼得 从理工组转到法商组 我就跑到正大去读书了 我们正大是木栅在山脚下 所以常常下雨 阴雨 很多人早上出来的时候 还好好的 上课上到一半 或者是在图书馆 读书读到一半 碰到雨了 出不来 不能出去吃饭 所以我们学校学生委员会 就决定在一个主要的几栋楼 特别是图书馆或是餐厅 门口就放了一个小锁 一个很简单的锁 锁了一把长长的自动伞 特别叫做良心伞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不是有良心的人才能拿 希望你用这个伞的时候 要有良心 换句话说 就是你一用完以后 你走到下一站 走到餐厅的时候 就把它锁回去 让别人可以用 雨停了就可以拿回去用 或是你回到宿舍 拿到自己的伞以后 要回来 要还回去 结果没有良心伞再也没有了 一根都不留 这都是高等教育 而且是你们 中国大陆叫重点大学 对不对 我们是国立大学 都是高材生 两三下再也没有人 可以在良心伞的价值上 找到一把伞 Available 女子妹 您就知道 人是可以立志行善 可以想要做好 但是他就是不服 也不能服 更不要说 我退休会给你们讲的 现在更可怕了 不要说良心伞了 你吃什么东西 都不知道要 真的是要泄饭 真的要分别为圣 想自杀 吃毒药 死不了 因为毒药是假的 决定不死了 喝酒庆祝 结果死了 两个都是假的 所以活在这个地上 你就发现 你可以讲这个 讲这个 讲这个 你可以重刑 重刑 要对付贪污 要对付这种假冒 对付什么 对付什么 但是你发现 人不服 然后人也不能服 第四个 数学器的 喜欢逼迫属灵的 这次加拉太书 四章二十九节 那是讲到 以斯玛利逼迫以撒 那时数学器的 逼迫了那 按着圣灵生的 那按着血器生的 逼迫了那 按着圣灵生的 现在也是这样 请问保罗写的时候 这件事情 已经发生了多久了 将近两千年 所以保罗写这件事的时候 说将近两千年前 一千八百年前 以斯玛利逼迫了以撒 他说现今也是这样 就是数学器的 always逼迫属灵的 那么从保罗写到 现在又过了两千年 所以换句话说 这个是旷世不求的原则 跨越时代的原则 就是数学器的 永远逼迫属灵的 它不光逼迫 而且肉体是 非常容易泛滥的 你看以斯玛利的 后代就是很多 神的选民 就是那么一个小国家 周围全是以斯玛利的后代 阿拉伯国家 这个西乃半岛 埃及 它整个周围 就是被回到国家包围着 但是他们只有一个 那么小的地方 我记得以前 有一次看到一个 小小的幽默 他说 在这个 忘了 大概在法国 巴黎一个医院的厂房 那个生孩子的厂房 外面 有两个粗为人妇的 非常高兴 在那里看着里面摆着 这么好几排的小baby 他们还绕不到进去 隔着那个玻璃窗 在那里 你看 有一个阿拉伯酋长 就问旁边这个法国人 他说哪一个是你的 他就 指了那个 满年高兴 你看到了没有 那个是我的 然后这个法国人 就接着去问 这个阿拉伯酋长 他说哪一个是你的 他就大手一挥 他说前三排都是 前三排都是他的 他们容许多七 虽然好像是笑话 但是其实我自己感触也很深 你算上看你 从早晨到晚上 有多少的思想言行 作为是从圣灵生 然后有多少的是 从肉体血气生 你就晓得你不是 前三排都是 你说整屋都是 对不对 难得有个圣灵生的东西 真的 所以我刚刚 我以前在美国读研究所的时候 有一个刚刚得救的弟兄 他现在也是做传道人 他那时候主动来找我 叫我陪他早上乘庚 你们听过我这个见证 所以我就带他乘庚 带了一段时间 从我们两个变四个 变八个 后来变二十多个人 我们一大清早起来 天没亮 我们就一起乘庚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校 是大学足球有名的 我在那边两年 他们两年都拿到全美国的第二名 所以大家都很喜欢看足球 常常这个足球场 广播的声音 我们学生在外面都听得到 所以那天弟兄在成根的里面交通 他就想说 我晚上睡觉前 来看看现在的比数 有时候想说 Jesus 那个撒旦 例如说二十多分 然后Christ Nothing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二十多比零 他说我想主耶稣在天上听了 一定很难过 你看一个刚得救的人 他就把他的生活 apply到他的属灵生活里面来 我也蛮感动的 他讲了你看已经二十多年 三十年了 我都还记得他讲话 那个时候的心情 他说每一天结束的时候 我在主面前祷告 我希望听到的报数 能够是基督营 主在我里面得胜 数学器的逼迫属灵 他不要你得胜的 他用各样的方法掳掠我们 叫我们失败 第五个圣灵与情欲相争 情欲与圣灵相争 这是讲到在我们里面是争执的 让我们不能够去做自己所想做的事 我们自己想做的事情 其实都是属肉体的事情 真的 我们很自然的想做的就是属肉体的事情 圣灵来 祂介入 祂跟我们相争 让我们不能够再去做想做的事情 让我们能够为了主活 能够活在圣灵的里面 所以你才发现你想要得胜 我以前跟你们讲过见证 我被那个公司美国同事欺负的时候 我那时候心里面非常的愤怒 我那个血气胀得不得了 因为我这个人天生脾气也是很直的 很匠的 所以我那时候回到房间的时候就 安慰自己说大人不跟小人气了 不去跟他争了 我说那个仗的那个气球就好像缩了一点 缩了一点以后 我一想到他刚才的嘴捏 那个气球又仗起来 然后又说算了 不跟他争了 又缩了 然后缩到一半 一想说怎么中国人可以被美国人欺负呢 种族歧视 我又仗起来了 这两个就这样一仗一缩 两个在我里面争来争去 很多的时候你不是不知道什么是好的 你也不是不知道什么是你该做的 两个夫妻吵起来了 神明明叫你该停了 你就是不肯停 明明是神感动你去道歉了 你想说明明这次是他惹的 为什么我要去道歉 我们里面会争 你想要好 里面就有一个叫我们去做我们想要做的事 但是圣灵来 以情欲相争 叫我们能够去做我们不想去做的事情 第六个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所以加拿大书第六章第八节 他说不要置气 神是欺瞒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顺着情欲 就是顺着sucks 啥种的 你要从情欲收败坏 顺着圣灵啥种的 要从圣灵收永生 到底今天我们在投资什么 种其实就是一种投资 种讲到我们的拣选 讲到我们的抉择 你要用什么样子的态度 言行来回应这个局面 就是讲到你在种什么 那么你到底是顺着情欲啥种呢 还是顺着圣灵啥种 到底是谁从肉体呢 到底是谁从圣灵呢 那就已经决定了你将来要收什么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收成不是在人生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的确有一个大的收成 那是一生的结局 但是我们天天其实都在收成 我们今天所收的是过去所种的 我们今天所种的是你将来要收的 这是属灵的原则永远不改变的 越早学会越好 学不会一脚踢刺继续受苦 学不会白费功夫白白受苦 所以我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 我讲这些道都在对我讲 因为我觉得当基督徒当这么久 很容易就活在我们认为对的 认为是的就以为是了 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 源头仍然是在肉体的里面 第七个说 肉体的人不能够承受神的国 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些低档的肉体 讲完了以后 他说这样子行这样事的人 并不能承受神的国 那是指的将来 我们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 好 那我们现在很快地来讲一下 胜过肉体的路 它的路在哪里 我都只能够简单提 我说过每一个题目 其实都很重要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 甚至回到2010年 反正在网络上信息都在 你觉得哪一个信息 可能更针对你目前的问题跟需要 你可以把它叫出来再听一听 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在网络上什么都有 大家可以仔细地再去听 在这里我提三件事情 要胜过肉体三件事 第一个 因着真理的开启 第二个 借着实价的救恩 第三 靠圣灵的帮助 提这三件事 第一个 因真理的开启 我们要知道肉体早就已经被定 虽然我们信耶稣 我们知道在我们里面有两个生命 但是在神的眼中 在客观的真理和事实上 肉体还肉体的邪情思域 不是该定 将来要定 一定要定 圣灵上是说已经定了 所以你看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 我今天先把真理 先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那么我们经历上慢慢进入 慢慢来经历 慢慢来深入 但是真理上一定要先清楚 要正观念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 连肉体的邪情思域 同定在十字架上了 要知道这是已经的事情 一定要知道这是已经的事情 因为我如果有这样子的知道 接下来就知道自己 不再欠肉体的债 换句话说 你不需要再去顺从他而活着 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他说弟兄们 这样看来 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 去顺从肉体活着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 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 必要活着 所以请教他知道 两件关键的事 一个是肉体已经解决了 第二个 因为它已经解决 所以我不再欠它 有没有任何人 你的房子的mortgage 已经还清了 你还每个月照样寄mortgage给他的 有没有任何人 不可能嘛 我债已经还清了 钱都还完了 为什么每个礼拜 还要还你这个贷款呢 不需要的 因为已经clear了 已经down deal 已经付清了 你不需要再付了 但是我们还在付 所以保罗在这里提醒我们 你要知道第一个已经 第二个你已经不再欠他的债 有一个例子我也曾经举过 在《幽伯记》里面讲 你把一棵大树 你把它从根部这样 把它整个锯断 它离开了它的根 离开了它的源头 它倒在地上 就着客观的事实来说 它已经死了 对不对 它已经切断了 圣诞树被切下来的那一天 它已经死了 它跟生命脱节了 但是就着经历 就着你眼见 你会发现这棵树 还是绿叶 第二天还是绿叶 甚至第三天 还有小牙继续发 但是你知道 它已经死了 而且它早晚会全部骨干掉 你不要再对它有盼望 你不要再期望 这棵圣诞树 能够继续长起来 这个玫瑰花已经被剪下来 它已经死了 你不要期望 它这棵玫瑰花会继续长 继续结包 继续发展 它已经死了 所以到最后 枯萎 枯干 是必然的结局 所以你不要再对它有盼望 所以这也是这段的圣经 告诉我们 因着真理的开启 你要知道 肉体在神的眼中 圣经上说是已经把肉体 粘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一起定十字架 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欠它的债 不要再被它奴隶了 不久前 刚刚去世的张师母 她原来都坐在这里 你们记得吗 一位老姊妹 我跟她红木城三十年前在一起 非常爱主的姊妹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交通到罗马苏的时候 不再欠肉体的债 她那时候举的例子 我一直印象很深刻 她说在对日抗战的时候 她还是一个大姑娘 很多大姑娘都被日本人抓去强暴的 所以她们走在路上都非常紧张 非常害怕 只要一听到日本军队 那个靴子 卡卡卡在马路上走 她们全部都要躲 要尽量把自己藏起来的 她说等到日本投降的时候 他们从收音机上 从大家里面都知道 日本已经投降了 但是从日本投降到日本军队 完全撤退 中间还有一段时间 需要做撤退的安排 她说日本兵仍然在那里走路 她说她一走到路上 听到日本兵 她吓得马上就躲 她接着马上就说 我为什么要再怕她 他们现在失败了 他们投降了 他们是我们的俘虏 她就大摇大摆地 从他们面前走过去 我们已经习惯活在肉体里面 被肉体挟持 他要你喝酒 你就喝酒 他要你上网 你就上网 要你去说 不该说的你就说 要你去做 不该做的 我们就去做 因为我们已经好像欠债的 已经习惯被他努力了 但是正观念就是讲到 你要先知道 神已经解决了 基督已经把他废掉了 不再欠肉体的债 去随从肉体活 这是观念开启上的 先要知道 银行的钱 所有的罪债 所有肉体的挟持 都在基督里 Once for all 一次都解决了 第二个 所以你在这里 罗马书八章十二节到十三节 特别十三节 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 若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 请你们注意到 每一次有弱智出现的时候 你就是看到 它是关乎拣选 这个是在乎你了 你到底是要继续活在肉体里面 还是你要顺从圣灵 你若顺从肉体 活着必要死 你若顺从圣灵活着 必要活 可以致死身体的恶行 所以这是人要负责的 所以在自由的背后 一个最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神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 神说我已经解决了 基督已经解决了 已经死了 你也不再欠债了 所以底下就是在乎你的choice 你还要去活在日本人的瑕疵底下吗 你还要每个月把你的mortgage寄到银行去吗 那个是在乎你 但是神已经解决了 第二件事情 借着十字架的救恩 这个点是我们下次讲认识十字架的时候要说 我就说为什么每一个题目都很重要 认识十字架的救恩 也是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的 我已经以基督同定十字架 这个我就是老亚当 那个源头 那个源头已经解决了 蜘蛛已经解决了 你不需要再清蜘蛛网 你光清蜘蛛网不清蜘蛛没有用 你今天清干净明天又来 明天清干净后天又来 要解决的是我们这个源头 就是我 我已经以基督同定十字架 所以不是挣扎不是努力乃是基督的替代 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这是非常关键的 第三个 靠着圣灵的帮助 因为要讲圣过肉体 十字架圣灵都在这里帮助我们 当然我们失败的是靠着保血 所以我刚才讲的三个阶梯 保血 十字架 圣灵 这个是阶梯式的 我们每一个都要踏得好 那么靠着圣灵的帮助 圣经上次讲到 我们先看八章第二节 他说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能够脱离罪和死的律 圣灵带来帮助我们 要释放我们 让我们脱离 挟制我们的罪和死的律 然后第四节 使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 这不随从肉体 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 所以我们现在回到 加拉太书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就是我先列的经文 他说你们既然靠圣灵入门 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 就是肉体 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 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你要知道保罗对加拉太的信徒 他们的无知 跟他们一直在那里受苦 甚至白白受苦 他心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不甘心 你可以从他的治理行间 你可以从他写信的语气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疼 他的不忍 他的不甘心 他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 都是突然的吗 难道果真是突然的吗 也明明靠着圣灵入门 但是今天却靠肉身成全 最后一节经文 加拉太书五章十六节到十八节 他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 就不放松肉体的情欲了 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十八节 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 就不在律法以下 二十五节 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所以你要知道圣灵来 祂是来帮助我们的 那你会问说 祂怎么帮助我们 罗马书八章讲得很清楚 随从肉体的 什么 就是死 我讲完这个点就完了 不是我就完了 我就结束了 随从肉体的是死 随从圣灵的是什么 生命平安 请问当我在这里讲随从 随从的时候 这句话的背后 告诉我什么 我们负的责任 不是主动权 我们负的责任是随从 所以换句话说 有主导权的 有主动的 主动的正好就是 我们里面这两个的生命 一个是肉体也在运行 你如果随从它 就是死 圣灵也在我们里面运行 你随从它 就是生命和平安 所以你要说 我怎么样子能够胜过肉体呢 将来我们讲实价 讲圣灵 你就晓得 恩高真的就是在我们里面运行 在凡事上教导我们 当你随从它的时候 你发现就是生命和平安 当你不顺服它的时候 你还是凭着自己的喜好 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感觉 我生气就是要生气 我受伤我就是不原谅它 我喜欢这样 我就是要这样 那你就发现 你得到的就是死 可是当你顺服主的时候 你发现就是说不出来的 生命和平安 曾经跟你们讲过 一个年长的弟兄 他也是动作很粗 他每次下楼的时候 从楼上碰一关 咚咚咚咚咚咚咚的跑下去 要赶到学校去上学 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说圣灵就光照他 你这样子一跑 整栋楼都被你吵醒了 拿你像个基督徒 他就说主 今天来不及了 下次小力一点 小声一点就好 主说你回去 把门重新打开来 轻轻地关起来 下楼梯一步一步 安安静静地下来 他就说主 来不及了 下次小心一点 主就让他回去 你知道里面的东西是活的 圣灵是活的 当你顺服他的时候 你会发现充满了生命 充满了平安 你不顺服他 就像吃的死苍蝇一样 另外一个跟他属灵同伴的弟兄 也是做过见证 他们这些老弟兄 我都很喜欢他们 现在陆陆续续都被主接去了 另外一个弟兄 他就是喜欢吐痰 他吐痰痰 现在中国人就是喜欢吐痰 真的很难过 他吐了痰以后 主叫他回去把他擦掉 他说主 那多恶心啊 主说连你自己的谈你都恶心 那别人不恶心吗 他也是说主 我下次决定不吐 没有用的 你这个认识主的人都知道 主只讲一次 不讲第二次的 底下就是你要不要听的问题 你若顺服 你就致死身体的恶行 你若要随从肉体 就是死 你就发现你底下不快乐了 不平安了 不舒服了 明明是先生的错 但是主居然要你去道歉 明明是太太今天 这个太太怎么样 但是主却叫你体贴她 你讲不出道理的 这叫做生命 所以当你随从她的时候 你就发现不一样 所以罗马 以弗所出三章二十节 神能够照着 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 中文翻不出现在进行事 原来就是正在进行 神能够照着 那正在我们里面运行的大力 要充充足足 不是一点点 充充足足 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感谢神我们祷告 主啊我们谢谢你 谢谢你还把我们留在地上 并不是因为我们眷恋这地 也不是因为我们还有什么 报复没有实现 主啊实在在我们身上 有太多的未得之地 主啊我们实在需要有更多的时间 让我们来经历你伟大的救恩 让我们来接受你在我们身上的改变 好让我们那天见你的时候 我们不是羞羞愧愧的 乃是欢欢喜喜的去见你 因为我们里面得着了基督 我们里面被你改变了 主啊你怜悯我们 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学习 不让我们自己以为知道了 保罗也告诉我们 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 真的是有太多的事情 我们还是不知道 主啊把这个谦卑柔软的心 赐给我们 更是把那个愿意顺服你 顺服圣灵的心志赐给我们 让我们不再是凭着肉身来成全 让我们学会如何活在灵中 随从灵而行 帮助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帮助祝福所有听到这信息 在你面前学习的弟兄姊妹 让我们不灰心不上志 能够靠主活出得胜 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再说 我只能够开一个小小的窗户 把一个这么大的题目 摆在弟兄姊妹面前 一定需要我们花更多的时间 从圣经里面得到完备的教训 然后一定要用我们 整个一生的年日里面 来经历它 来活出它来 所以我们今天不过只是开个头 但是很重要 好 我们就停在这儿